这首歌本身它就像一部电影 它很有画面感 所以每个姐姐都是女主角 每个姐姐唱起 她那一句的时候 我都觉得分外地让人动心 我觉得这首歌让我充满了力量 尽管我们会面临不同的挑战 但是这个都是应该我们不去惧怕的东西 我是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想要去一次一次去挣扎和突破 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你觉得这句我们可以分出深部吗 如果能唱个二部那很好 这二部很难唱 不太容易唱的 来 我死磕 我死磕这句 我曾感叹与世界之大 以爱致命你还 也甘愿赴 也甘愿赴汤 到火去测开一遍一遍 会不会有压力 不会 你唱好吗 不会 这么厉害 你看我也是拿着谱在写 在看 那也厉害 不是 我不知道 但我一上去谱没有了 因为很不容易 二和一很不容易 人家去找 找一找 找一找 我跟杨娥姐是上一次公演下来的 这次就让我逐渐逐渐越来越了解 然后并且跟她越来越贴心 我不能让她失望 好 再来一点了 小肯棒 我都不能够想象就是练了一天的舞蹈之后 浑身已经都站不起来了 半夜两三点还在约深月老师 她有那种明亮的方向 去向那个方向奔去 多人敢参与世界之大 我觉得挺满意的 我用了自己特大的努力 我就觉得这种前进的状态是我很喜欢的 无畏笑话 无论真假 不做挣扎 无畏笑话 是一种坚定吧 我觉得我是在往坚定的方向去寻求 我四十岁 那么多年都不是很平淡地这样走过来的 我都是非常的高高低低 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勇敢去经历过风风雨雨 天成雨过天晴 你把这风刮起来 你不惧怕地去回头看看你自己 你也不害怕地往前去收获一些 你想要得到的 我会不怕地听过来的 我会有很多事